多謝新加坡的粉絲,我們繼續講這個系列 俄羅斯和烏克蘭,越打越烈 第八個月都來了,會不會對世界有不同的影響? 當然會 如果茶餘飯後大家聊天的時間 你能夠表達到一個新的概念 你老闆會不會對你另眼相看? 當然程度上會有一點 你很專注 雖然我們在亞洲 但是那邊打緊,會不會對我們有影響? 作出一些這樣的分析 學一下,講一下,偷一下 為什麼要導? 在筆記道,導一些東西過來 都是講的 對不對? 你要多介紹一些朋友聽這個台 這個台不偏激 淨化語言 但是我又教你們講話有技巧 很簡單 我會教你們怎樣做presentation 怎樣在台上講話 是會令到你的 audience 是會投入 最後會拜你 這些是不是要學? 當然要學 機會來,就要掌握 誰說的?不是我說的 艾利森說的 人家問你,不可以第一時間要舉手 有什麼厲害,就如數加真地數 不需要害羞 機會一走了就沒有了 所以一定要保持狀態 一定要不斷經營 誰說的?不是我說的 柳正正說的 他說 CEO也好,社長也好 都不是經營者 他們只想做買賣 我們就要做經營者 天天都要經營 為什麼要經營 世界不斷運轉 如果你今天不去經營 你就落後了 所以快人一步 是不是你想達到? 新加坡有間銀行 來了香港 我突然打了一個突 一個中文台講過英文的廣告 最後說摘根東盟 那意思是怎樣? 東盟地址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市場 如果不是銀行怎麼會 香港泡沫那間叫大華銀行 舉個例子 香港的七人籃球賽 緊接著11月 我們香港的金融高峰論壇 一定不會成功的 為什麼? 很多票還沒有賣完 預留的只有一萬張公開發售 現在只有五千張 賣了 有些是派飛的 是啊 內部的 但是重點是一個 就算來了都是70% 但是現在 籃球總會 香港籃球總會已經說 外國那些 喂 不會飛來的 為什麼? 你零加三個三天去 不可以進入不同的食廚 沒有得去吃市 沒有得去酒吧 那人們怎麼會來? 那就是怎樣? 喂 看到這件事實 你們就要好像我這樣 立刻去想 哦 酒店業不行 人家不會飛來的 怎麼辦? 航空業不行 香港的 我講 還有 喂 酒吧 當然是差了 會場裡面不准吃東西 不准喝東西 又是差了 最後是怎樣? 氣氛不好 所以這些是不是要認識? 當然要認識 為什麼要聽我不忌道 看我不忌道 學習我們的 趁勢價值投資法 不是一定要投資股票的 但是投資股票 我們都會贏 為什麼? 我會告訴你 哪些板塊有機會贏 如果你現在創業 當然是做這些板塊 如果不是 作為投資者 你就買這些股份 然後 還有 IMF說 下年 開始 經濟 那些數據差 只有一個市場 很突出 那個叫做印度 升6% 大哥 那是不是去印度的market 股票market 找尋寶 當然 你只要知道 板塊和升勢 在哪些地方 那就去那個投資 買股票 買股票 是最簡單的投資 來的 買完 就馬上可以走了 贏到錢 可以走了 所以要不要學 當然要學 因為你最後聽完 原來 原來你不知不覺 已經高過 高了 為什麼 原來你一天都在學習 等於在學 上一些課程 我會整理一些課程 有些會給你們免費學習 有些心法的 當然要 喂 你也要支持我 是不是 所以 是不是要訂閱 是不是要介紹多些朋友 聽我這個頻道 多謝支持 下次回來再見 下次再見